大家午安 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雖然是很適合外出踏青 走一走曬曬太陽 但是這個也是洗曬棉被的好時機 尤其是東半部還有北部的朋友 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秋天難得 現在聽我的話現在做 或是明天一早做都還來得及 因為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現在要注意的就是 東邊有一個低壓深層 這個離台灣東半邊大概有兩千多公里 暫時對我們台灣沒有什麼影響 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就是 禮拜一下禮拜一開始的變化 有沒有看到 東北風有一波會明顯增強 也帶來一些水氣 所以北東呢 在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是大幅度的改變 北部跟東半部 中南部變化不會那麼大 那這個低壓會不會深層 有的預測是蠻接近的 台灣附近的 有些既是巴士海峽這邊跑 有的往台灣附近動 但是無論如何配合上東北風 似乎在下個禮拜 連假期間的天氣變化會比較大 而且持續大概有將近10天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說請大家 一定要好好把握就這兩天 接下來天氣就會整個翻盤 跟過去這兩天 或是這個連假四天完全不一樣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後面也還有低壓 在持續的在發展當中 所以當然啦 現在這希望有一個颱風來一點水氣 但是說真的這個有時候 我們很擔心就會帶來蠻大的災害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冷空氣 第一個先關心冷空氣來 這次呢北邊會帶來冷空氣 所以整個跟這兩天 一向是夏天的天氣不一樣 北部跟東半部很明顯 中南部也會降一兩度 所以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有的預測呢 大概是禮拜五禮拜六 整個低壓接近配合上東北風 哇那就複雜了很多 有的預測不排除 這個低壓會蠻接近台灣的 或是颱風 所以這個呢就後續我們再觀察一下 所以大致上呢要先注意 蠻多的 先注意說這個兩天的吹東風 很溫暖把握一下 但是有沒有看到 禮拜一整個東北風就衝下來了 整個北東迎風面就偶振雨 那中南部呢相對還是比較穩定 但是呢這個是一二三 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尤其是禮拜五開始 就是下禮拜的連假三天開始 有沒有看到這個東半邊的這個水氣呢 這開始就接近了 東半邊東半邊 這個再對我們國慶連假來說的話 相對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那幾天恐怕都是容易有雨的天氣 請大家多注意了 所以東半邊偶雨 西半部也蠻穩定的 那禮拜一呢有沒有看到 這個可能呢東北風迎風面 北東迎風面加上宜蘭有陣雨 然後東半部也是容易有雨 那中南部呢相對的還是比較穩定 雨呢大概可能會下到桃園新竹到苗栗這一帶 那另外一個禮拜二禮拜三 就是典型東北風型的天氣 請大家多注意了 那這幾天呢要注意溫度 這幾天北部呢 哇好舒服喔 三十二三度像很熱了 很多人都像夏天一樣 但是有沒有看到 這個禮拜天跟禮拜一 一下子就高溫就降了七度 有些地方會更明顯 那清晨溫度也會降降 這個感受上呢就像是一個秋天的感覺 那是夏天跟秋天這個轉換幅度非常大 請大家注意年長者 家裡面年長者 北部跟東半部 像這樣的這個溫度的巨降 是屬於很容易感冒生病的 請大家注意呼吸道的感染 多穿件衣服 這兩天當然短袖啦 不要懷疑 但是禮拜一 禮拜六 禮拜天 一定要把趕快這兩天把這個秋裝準備好 外套 駁外套 長袖準備好 這個降溫蠻大蠻明顯的 慢慢慢慢才會再回溫 所以下禮拜 跟天氣跟這兩天完全不一樣了 那南部就沒有像北部變化那麼大 很羨慕南部就降了一兩度而已 台中以南 中部以南 一直到高頻 大概都是類似這樣穩定的天氣 有一點降沒有降太多 那今天晚上呢 各立天氣非常好 然後高頻呢 空氣品質比較差一點點 大致上呢 都還蠻舒適的 請大家好好把握 那明天呢 吹東風 西半部 大氣很穩定 空氣品質比較糟 尤其是中午 到下午這段時間 這個臭氧濃度 或是細旋浮衛力濃度 都會飆高 請大家注意了 那明天呢 各地都是稿溫 請大家不要穿太多 但是 禮拜一的溫度的變化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轉濕冷 濕冷 而且呢 下禮拜的天氣會比較複雜 一開始降溫 東北風報導 後面還有這個低壓的發展 所以開始進入一個 比較麻煩的天氣了 請大家好好把握這兩天的天氣的 相對比較穩定的 下禮拜我們過兩天 好好的一一再來幫大家介紹 但是這樣的變化 提醒大家注意年長者的健康 務必要多留意了